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个问题很好 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面积的问题 这是一个国中的面积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三角形ABC 那我们在BC线段上取了一点D 好 角ADC呢是60度 角ADB呢是120度 好 请看三角形ABC的面积 是不是等于2分之1乘以CD乘上高 那么高要怎么做 从AD往CD线上做了一条垂直线A1 好 那么我们利用直角三角形 AD1就可以得出这个高 A1等于AD乘上360度 好 接着啊 我们要来看一下 那ABD的面积要怎么算 ABD的面积一样啊 也是三角形 所以一样也是2分之1乘上底边BD再乘以高 好 这个高怎么办 还记得吗 国中老师其实有教过了 这个高呢 来 一样也是利用直角三角形 AD1得出来的哦 所以它们两个这个三角形的高 其实都是谁 都是A1 那A1也是等于AD乘上360度 所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辅助下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得到超过90度的三角函数 那如果超过90度的顿角三角形 我们就需要使用补角来作为辅助做出三角形的高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特性来定义超过90度的任意角三角函数值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们的锐角的三角函数 我们先把一个30度 60度 90度的直角三角形 摆在一个直角坐标上面 然后呢 把30度的这个角 对齐我们这个直角坐标的圆点 欧点 那我们就可以在画面上看到啊 就是短边的位置 其实30度的对边就是1 假设它是1 那斜边呢 就会是2 好 然后另外30度的零边就是根号3 此时啊 在60度的位置啊 就会产生一点P 好 那我们就可以找出它的坐标位置 就是根号3 1 好 那在30度呢 它是不是就是斜边分支对边长 所以就是2分之1 好 那在我们的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其实呢 它就是斜边长分支Y坐标 记得哦 那口塞30度呢 是2分之根号3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X坐标 你看 斜边长分支X坐标 那天线30度是根号3分之1 就会等于X坐标分支Y坐标 好 口tangent30度呢 是tangent30度的导数 所以它会等于1分之根号3 所以是Y坐标分支X坐标 所以它的定义是根号3分之2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X坐标分支斜边长 口塞30度呢 它是1分之2 所以呢 是Y坐标分支斜边长 好 利用这样子的概念啊 我们把这个角度延伸 延伸到哪里 好 我们到150度 所以我们看看 如果X轴正向是0度 到Y轴正向就90度 所以150度就跑到第二向线 那这时候这个辅助三角形 这个紫色的三角形 大家有看到吗 一样 辅助的三角形跟刚才是不是一样 也是一个30度 90度 60度的直角三角形 好 那30度对面的长度 我们假设它是1 那斜边就会是2 这时候30度的0边长就是根号3 那我们在这个150度的中边 就可以找到一个位置P点 那我们就可以假设P点的坐标是什么 -根号3 1 好 再用我们刚才的定义 因为刚才锐角的时候呢 我们的sin这个值呢 它是对起我们的Y坐标 所以我们一样150度的时候 我们就对准我们的Y坐标来看 所以sin150度就是1分之2 所以就是斜边长分之Y坐标 cos呢 cos150度就是2分之2分之2分之3分之3 就是X坐标 斜边长分之X坐标 要记得哦 tangent150度呢 它是等于-3分之1 就等于X坐标分之Y坐标 好 cotangent150度 就是Y坐标分之X坐标 因为cotangent是tangent的导数 好 second150度 second是cos的导数 OK 所以就是-根号3分之2 所以是X坐标分之斜边长 cos150度 它是sine150度的导数 所以就Y坐标分之斜边长 这样子同学是不是了解了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用 这样子的坐标来代替 我们超过90度的三角函数值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 再练习一个题目 135度 一样画过去 好 这时候啊 我们的辅助三角形 来 180度减掉135度 所以还有几度 45度 所以这个紫色的辅助三角形 就是一个45度 45度的 90度的直角三角形 好 那我们就假设45度的对边长是1 所以它的0边长也是1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1点 在它的中边位置上 就可以找到1点-1的位置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sine135度的 三角函数值 sine135度 cos135度 一样 它就是斜边长分之X坐标 tang135度 就是s坐标分之Y坐标 就把你看到P点的坐标带进去 cotang135度 second135度 跟cosecond135度 所以说如果要求超过90度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 首先需要在直角坐标找出角度的中边位置 再利用X坐标和Y坐标来定义三角函数值 没有错 数学家就是借用S坐标和Y坐标 还有中边位置来定义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 那么X坐标就是代替0边 Y坐标就是代替对边 而中边位置和远点的距离就是斜边咯 That's right 这样子不管角度是多少都有三角函数值哦 数学家是不是很聪明啊 嗯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奇题的演练 我们先来求240度的六个三角函数值是多少 好 一样给一个坐标轴 画出240度的位置在第三向线 好 那我们可以找到1点P 那找出它的辅助三角形 就是一个30度60度90度的直角三角形 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紫色的三角形 好 所以我们就假设呢 P点的位置就是-1-3 好 接着呢 我们就Side 240度就是斜边长 分支什么 Y坐标 Y坐标就是代替对边 还记得吗 Y坐标就是代替对边 所以呢 它的斜边长是2 然后Y坐标是-3 所以就是2-3 cos240度呢 就是斜边长分支X坐标 所以就是2-1 Tangent 240度呢 就等于X坐标分支Y坐标 所以它的值就是-1分支-3 Cotangent 240度呢 Cotangent 240度呢 就是Y坐标分支X坐标 所以呢 它的值就是-3分支-1 Second 240度呢 它就等于X坐标分支斜边长 所以等于-1分支2 cos240度呢 它是Y坐标分支斜边长 所以答案是-3分支2 这样同学有清楚吗 再提醒一次哦 我们要利用什么 Y坐标来代替对边 X坐标来代替0边 好 接着我们再来演练一题 是求300度的6个三角函数值 好 首先第一个步骤 都是找出角度的位置 好 300度 从X轴正向绕300度之后呢 是在第四向线 好 我们在中边的位置上 找到一个点 它做一个直角三角形 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 紫色的直角三角形 一样这个辅助的三角形 它也是一个30度 60度 90度的直角三角形 好 那我们就可以标出 它的边长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给出P点的位置 1-3 好 此时sine300度呢 就是斜边长分之Y坐标 就是2分之负更好3 cos300度就是斜边长分之X坐标 就是2分之1 好 tangent300度呢 就是1分之负更好3 化简之后就是负更好3 cotangent300度就是负更好3分之1 second300度呢 就是1分之2 cos300度呢 就是负更好3分之2 好 那同学 不要忘记 刚开始在练习像这样子 认一角三角函数值的时候呢 尽量都先把这个坐标 标示清楚 我们再来演练一题 如果有一个标准位置脚 theta的中边上 认取一点P5-12 那么我们要求这个theta的6个三角函数值 想想看我们前面的题目 我们前面的题目呢 是先告诉你角度 现在呢 它现在告诉你的是中边的位置 好 那我们没关系 一样先把图形画出来 好 5-12呢 在第4向线 好 我们先把它标示出来 接着我们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好 找出我们这个紫色的辅助三角形 所以其实同学可以看得出来嘛 这辅助三角形一出来之后 其实你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 它的对边其实就是谁 就是12 就是y 坐标 然后它的临边呢 就是5 所以就是x 坐标 好 所以这样非常容易 就是sin 它呢 它会等于斜边分之y 坐标 就是13分之-12 cos 它呢 就是斜边分之x 坐标 就是13分之5 tension theta呢 就等于x 坐标分之y 坐标 就是5分之-12 cotension theta呢 就是y 坐标分之x 坐标 所以是-12分之5 second theta呢 是x 坐标分之斜边槽 所以是5分之13 cos second theta呢 是y 坐标分之斜边槽 所以是-12分之13 这样同学清楚了吗 那我们对这个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呢 进行一下归纳 哦 那这些三角函数值的正负 是不是和角度所在的向线有关呢 嗯 那像sin theta 和y 坐标有关 所以只要有 theta 的中边 落在第一向线和第二向线 sin theta 值就是正值 对吗 对没有错 呃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因为sin theta呢 它其实就是对边 那我们前面有提过 我们就是利用y 坐标来代替对边 s 坐标来代替零边 这个非常的重要 你只要记得这个关键 关键字 你就可以驾驭任意角三角函数 所以我们再来重新看一次 sin theta呢 就是斜边长分之外坐标 cos theta呢 就是斜边长分之s 坐标 其实只要掌握这两个就OK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向线 正正 第二向线负正 第三向线负负 第四向线呢 正负 好 那第一向线因为全部都是正的 所以没有问题 第二向线呢 我们看一下 y 坐标是正的 所以只要跟y 坐标有关系的 好 就是sin theta跟cos theta是正的 那第三向线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都是负的 但是 x 坐标跟y 坐标同号 所以tangin跟cotangin是正的 好 第四向线呢 x 坐标是正的 所以cos theta呢 它是正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表格 所以sin theta在一二向线是正的 cos theta在一四向线是正的 tangin在一三向线是正的 cotangin在一三向线是正的 cotangin在一三向线是正的 好 那second其实就跟cos是同步 所以在一四向线是正的 cos theta跟sin是同步 所以是在一二向线是正的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任意角三角函数的定义 谢谢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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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再见